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今天的彩蛋片推介 現在是晚上十點三個字 今天豬仔沒那麼晚 早一點 明天豬仔要安排出量 鏡頭前面這隻是一隻M Force Orian的M Force 很多錶迷都認識 東方的Marco 再加上歷時大哥的加持之後 很多人認識了Tritan 因為豬仔的 推介 其實 東方還有一隻很厲害的潛水錶 就是我手上這隻M Force 而且是最原始的顏色 最原始的M Force 這隻M Force 是有三房功能的 究竟哪三房呢 那M Force又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M Force就是一個宿舍 傳舍就是 Mechanical Force 這個 全自動的機械 Diver 200米防水的 專業級潛水錶 這個標就是 有三房功能 亦都是取得了 ISO6425的潛水標準認證 分別就是 防水 防撞結構功能 以及防持 三房功能 這個標就是 我手上說的 Mechanical Force 這個M Force 叫得上一隻 專業吸潛水錶 野光怎麼少得呢 是不是 那個野光 我們一齊來看一下 我們看野光的時候 與此同時 我們看了一支秒針 用了黃色 黑色的Dial 襯托了黃色的秒針 好美 好 看看野光 夜光 時分針加上秒針頭 加上 Bashel上面的點點 都是有野光的 野光都 OK 合格 好了 這個標也都配備了 藍寶石玻璃錶面 也是用了不鏽鋼的 單向式的逆時針方向的潛水標圈 你看到 三針加單力的設計 好了 我們試一試 轉動一下 120K的 120K的單向式的逆時針方向的潛水標圈 好了 也是做了不鏽鋼拉絲的不鏽鋼 多漂亮 我自己覺得有時用鋁片圈 例如Marco 就未必足夠 不鏽鋼圈 做了一個黑色的不鏽鋼圈 做了碳黑色 拉絲花紋 旁邊做了一些九雅坑打磨 你看到也挺漂亮的 可以看得到 收金很漂亮 另外你看到M-Force 這個很特別的泵把 你看到泵把放在這裡 其實是防撞結構的功能 其中一個部分 來遠看得到 戴著這隻錶 如果是錶迷 一定能認出這隻 就是M-Force M-Force的系列 因為它有一個獨特的外形 我很喜歡東方 有自家的設計 很多時候 除了在機芯上面 用了自家的機芯之外 在錶殼上面 都是用了自家 設計的錶殼 不只是抄 黑水鬼 R字頭 O字頭 東方有自己的過剩 我自己覺得 你看到它這個泵把很棒 亦有個護署的護罐位置 亦有兩顆六角螺絲 找了這個泵把 然後 你看到它的錶關位置 做了螺旋式鎖 上面一條紅色邊線 作為一個裝飾點綴 亦配合了200米的防水 配備了F6的東方自家機芯 我的機芯就是這個 東方自家機芯就是用了F672的機芯 F672的機芯 21,600的震頻 動力儲能達到40小時 時間標準不差值正20秒 正20秒-15秒 大概一天走出來 10秒的不差 我向下轉動 放開了錶關 現在剔起了 有停秒功能 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6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半格教過日力槍 半格我們試一下向下轉 一格格調的 教過日力槍 一格聲的 很好手感 按進去 向上轉動 上髮條 不要鎖緊 感覺上髮條很順滑 你看到上面有雙屍墨頭的標誌 試一下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看到有雙屍墨頭的標誌嗎 標誌也做得挺漂亮 大顆的標誌 按住它之後 向上轉動 向上轉動 鎖上的標誌 大概三圈左右 趁近鏡可以看到 Bumba也做了拉絲花紋 很順滑很漂亮 還有Bessel的位置 我們看到細緻造工 看看標腳 標腳也有硬線條的標腳 MForce也是一隻比較強悍的手錶 始終有防撞結構功能 三防功能 也是標腳做了硬線條的拉絲花紋 這裡有一點 拋光點綴 左右兩邊每邊都有兩個標孔 方便換錶帶 這邊也是用圓滑做了打直的拉絲紋 整個標誌 如果你喜歡大直徑一點 喜歡重手一點 喜歡有份量的標誌 MForce是你不錯的選擇 用了一條很厚的實心不受鋼錶帶 做了拉絲花紋 拉絲花紋很好 因為 真的撞到 花了的時候 都不覺眼 好了 我預備了一支藍寶石筆 督一下這塊MForce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看看夠不夠 MForce他們競抽 一起來看看 哇 爆了錶 我看看能不能走這個角度 給大家看 看到嗎 看到嗎 全了 10度11度 比MARCO的那塊 11度 11度 很厲害 11度的爆錶 試一下刺一下最弱的位置 通常日力的位置比較弱 日力的位置也10度 也10度 其他是11度 9點位置也10度 正中間的部分 是11度 努力士那塊的硬度 好了 這個是藍寶石玻璃錶面的硬度 MForce果然不同 防撞結構功能 用了一塊藍寶面 比一般東方星 或者東方 的玻璃錶面硬 好了 看看 再看看 標扣 標扣 也有一個 Double Lock的標扣 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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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ORENSTAR的 雙屍墨頭 這裏也有一個 照紙寫著 藍寶石玻璃錶面 打開做了 光新的薄橋 唯獨是美中不足 始終是平價標 不是東方星 他就沒有做口橋 但世事又何其完美 所有功能完美 價錢又不完美 這個 取其平衡 他也算很完美 也有一個延伸段 這裡有一個延伸段 潛水的延伸段 也是 踢下來 就可以 拉下來就可以了 我就不拉了 因為現在包了膠 我就免得動 好了 看看標底 標底做了一個螺旋式 陷入的底蓋 寫著Apps on 自家機身 Diver 200米的防水 最重要是寫著 Made in Japan MIJ 藍寶石玻璃錶面 Made in Japan Stainless Steel 好了 這支標 是日本製造的 M4C 日本製造的 重量有多有手感 如果提前書寫說過 喜歡大直徑一點 喜歡重手一點 這支 不錯的選擇 試一試 多少克 200 206克 206.8克 207克 那樣 十分重手 有上不同的分量 這個標的標競 大家看看標競 大直徑 有一口泵 在這裡 試試一下 不量量量度 就這樣度到45.6mm的標競 厚度13.3mm 而脖子是51.7mm 屬於大標徑 試穿上手給大家看什麼感覺 這隻強悍的M-Force 專業級的潛水錶 拿了ISO6425標準潛水認證 最重要是什麼 MIJ 日本製造的 喜歡大標徑的你 這隻手錶就帶上了14.8mm 雖然大標徑 但因為耳蓋很貼手 所以都是直落 不算很降起 所以帶上去都很舒適 而且重手一點 喜歡輕身的標迷就不要選這隻M-Force 豬仔推薦多少錢 坊間有些標譜賣4000多元 有些賣2567元 豬仔最便宜的時候賣2100左右 最貴的時候賣2900多元 現在很貼近優惠價錢 豬仔找到兩隻現貨 其實找到三隻 但今天有個標迷 已經帶走了一隻 只剩下兩隻 2298 日本製造的 標準潛水認證的 M-Force 三防功能 如果你喜歡這隻標的標迷 聽清楚 豬仔有兩隻現貨 有原裝盒和說明書的保養證 喜歡這隻標的你 心動的你 就可以在標題上找豬仔 WhatsApp電話 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M-Force 想在佐敦怎麼拿 還是麗芝果怎麼拿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LIKE 豬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紹不同類型的筍標給你們 如果還沒訂到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我們下集見 希望你喜歡豬仔 這隻M-Force的推介 挺有型的 最後比較近鏡 大家看看這隻 這麼英俊的 Original Color M-Force出了很多顏色 但我最喜歡的都是Original 軟汁軟味 黑底藏網針 紅邊線的 標觀 非常有型 希望你喜歡 拜拜